第四十一篇大卫的诗《焦与灵长》 眷顾贫穷的有福了 他遭难的日子 耶和华必搭救他 耶和华必保全他 使他存活 他必在地上享福 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 遂其所愿 他病重在他 耶和华必扶持他 他在病中 你必给他铺床 我曾说 耶和华 求你连续我 医治我 因为我得罪了你 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 他几时死 他的名才灭亡呢 他来看我 就说假话 他心存兼恶 走到外边才说出来 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 他们设计要害我 他们说 有怪病贴在他身上 他已躺卧 必不能再起来 连我知己的朋友 我所倚靠 吃过我饭的 也用脚踢我 耶和华 求你连续我 持我起来 好报复他们 因我的仇敌 不得向我夸胜 我从此便知道 你喜爱我 你因我纯正 就扶持我 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